魏英没有回家 他一口气翻墙出了学校 打了车直奔魏家的公司 魏长泽正在办公室和下属聊工作的事情 有人大咧咧的直闯进来 他正要发火 看清是自家儿子 愣了好几秒 本该在学校上课的人 突然出现在眼前 而且神情怪怪的 又着急又慌乱 他以为儿子发生什么事了 当即就让下属先出去 怎么了 献献 你不上课跑来大公司做什么 魏英一屁股坐沙发上 自己倒水喝了一大口才开口说话 爸 您借我点钱吧 呀 魏长泽张着嘴 一时摸不着头脑 儿子自己的银行卡少说 也有上百万的现金 其他的股票债券不动产就更不用说了 魏父只交代他钱要花在对的地方 可没有限制他用钱 谢谢 学校有人勒索你 除了这个可能性 他想不到别的原因 儿子要花钱 哎呀 不是 谁敢勒索我 我不勒索别人就不错了 我要投资 投 投资 魏父舌头结巴了 对 我要投资 我要成为投资大亨 赚很多钱 我也可以是豪门 某人斗志昂然的 仿佛投资大亨这四个字 已经挂在他脑门上了一半 不 不是 献献 你 你已经是豪门了 突然被人彻底搞猛了 以前是金钱如粪土的人 突然间又掉进前眼里去了 受什么刺激了 您的钱不算 我要靠真本事 我要比他强 我要当父一代 不是父二代 他 他是谁 魏长泽疑惑 谁刺激到自家儿子了 都产生挣钱的斗志了 魏英即使理智回笼 您别管他是谁 反正就是一个总想抢我东西的人 长得人模人样 总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我已经向他表明过 那是我的 我的 他还故意 反正他就是想抢我的东西 某人说着说着 眼睛就红了 魏长泽也紧张了起来 是什么东西呀 都难过成这样了 自家这个儿子 因为从小什么都不缺 所以在他眼里 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特别重要 尤其是还重要到不可以失去的 非说要有 那应该就是他这个爸爸了 难道还有什么东西 和他这个当爸的一样重要 是我男朋友 我未来的老公 您未来的儿序 但这话不能说 说出来他不得有多一件麻烦事 爸 您别管这些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要投资 我要赚钱 魏长泽 要我掏钱 还不能多问几句 憋屈的 谢谢 你要投资什么呀 说了半天的投资 连个目标都没有 我 我投资影视 拍电影 这样蓝湛就不用拍那些 谈情说爱的电视剧了 看着他和别人搂搂抱抱 慧音就忍不住想咆哮 虽然一直给自己催眠 那是工作 工作 可还是会吃醋 难受 魏长泽听完 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且不说这个行业自己不熟悉 而且无缘无故儿子为何想到娱乐圈的事 我不同意 魏长泽一口拒绝了 语气坚定 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那个行业乱糟糟的 你也不许碰 更不许和娱乐圈那些人来往 至于那些人是谁 碍于妻子的关系 魏长泽没有明说 爸 您 您有钱了不起 瞧不起别人 搞不好以后人家比您还厉害 魏长泽气的嘴角抽搐 他生的好儿子 都开始学会对老爹了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是那个圈子的人太乱 今天跟这个 明天又换一个 一部戏拍完 身边的人也不一样了 谢谢 爸是为你好 有一天你会被现实打败的 我才不相信 蓝湛不是这样的人 魏英极着反驳 以实境说漏了嘴 蓝湛是谁 魏父心中警钟大响 眼神里透出来的疑惑和震怒 让魏英窃了场 不 不是 他 他就是一个朋友 不熟 魏父不是傻子 一个普通的朋友 能让儿子这般在意 甚至不惜要花钱投资在他身上 魏无羡 我不管这个名叫蓝湛的人是谁 从今天开始 除了学校 你不许再踏出家门一步 另外 手机没收 爸 我不 您简直就是蛮不讲理 魏英从沙发上跳起 我已经成年了 您不能限制我的自由 这是犯法的 好一个犯法 老子管儿子 倒成犯法了 魏长泽被气到说不出话来 他捏着茶杯 极力忍耐着没让自己做出不可挽回的错误 这个儿子 从小到大 他是调皮 哪怕是他在学校违反了纪律 翻墙跑到游戏厅去玩 他也只是口头教育一番 连训斥都算不上 他对儿子底线的要求是 不做违法的事 不伤害到别人 他只不过想让他选个好的对象 一生平安顺遂 这个要求 他自认不过分 娱乐圈 那是个大染缸 明星的私生活 那是一团乱 别的不说 就说自家老婆这弟弟 走红才多久呀 绯闻已满天飞了 他本来就不喜欢他 一方面是那个人太傲气了 永远板着一张脸 与自家笑容可惧的儿子相比 那是天渊之别 再加上一开始他以为自家儿子对那人有好感 他就更不喜欢他了 如今又冒出一个名叫蓝湛的 依然是那个圈子的 魏长泽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儿子长得好看 性格也好 他知道在学校里 不少人追求他 其中不乏成绩优秀 家境也富裕的优秀Alpha 他的儿子 有资本去挑选称心如意的夫婿 就是不知脑子进了什么江湖 平时审美挺好的 在人生大事面前 就犯了混 今天就算是犯法 爸也要这么干了 谢谢 爸是为你好 终有一天 你会感激我的 我不要 我不 魏英嘴上叫嚷着 身子下意识往后退 可他再快 也快不过一个强壮的中年男人 魏长泽扣住他的手腕 魏英死命挣扎着 爸 您放开我 他还要去找蓝湛呢 谢谢 你若是敢违背大队你的要求 这个叫蓝湛的人 我让他在娱乐圈混不下去 话落 挣扎的人立马停了下来 大眼睛闪着泪花 爸爸 您这个 我讨厌你 混蛋二字 魏英终是说不出口 这是寒心如苦带打他的父亲 现在 他只能另想法子了 大眼睛 他们把中国之间 都会忍受的 他不访认 我讨厌你